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廖小军 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 预见台湾2050年 据说有300万户 会面临到孤独老人死亡的危机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卫福部的次长来到我们现场 因为最新的资料显示 我们在台湾六十五岁的老人家 已经达到有三百六十五万的人口 几乎达到我们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 其中的独居老人 占了老人总数大约是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换句话说八个老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他是独居 今天我们要好好探讨 这里头所牵涉到社会的问题 当然长照2.0 从原本的五十亿 一年的五十亿 已经来到今年是四百亿 蔡英文总统更是宣布 未来会增加到达到每一年六百亿 这其中有四个要点 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蔡英文一直宣示 这个长照的一个重要性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去探讨 因为当政府帮你 要进一步来照顾长辈同时 要推动长照2.0同时 怎么样来妥善照顾这些老人 这些包括独居老人 包括失智老人 还有可能正在已经走失的老人等等 今天节目当中 为你邀请到几位特别来宾 首先从我的右手边为你介绍起来自于卫福部的次长 薛瑞源 薛次长来到次长晚安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那其次要为您介绍 相信在这两三年当中 您看过他的书 如果你看过他的书的话 你心中一定是有非常多的感动 特别邀请到与失智共舞的作者 潘秀霞潘牧师来到我们现场 潘牧师晚安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大家好 是在这个书当中也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邀请到林德安牧师 来牧师晚安 主持人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为什么说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等一下德安牧师会来告诉我 来在这次大选当中 他也走访了很多的长照的照顾单位 他心中也颇有手感 来草仙联盟的发起人李正浩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特别邀请到 这是安纳特的总经理王冠祥 为什么邀请他呢 他也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里头呢 叙述了非常精彩的人生 那为什么邀请他 等一下由他来告诉我 来冠祥晚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次还有包括长庚师智政科的医师 徐文俊徐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呢 来施政协会的秘书长 汤立宇 来汤老师 主持人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国会观察 基金委导协 姚立宾老师 要往啊 立法院当中关系这个事情 包括了立法委员刘建国 来建国 我看到你画面 听到我声音吗 建国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 建国在现场当中 我们有多位包括有医师 还有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包括国会观察 基金委导协 姚立宾老师 您所了解 在这个长照政策当中 政府提供这些公共资源里头 还有哪一些政府 应该有积极作为呢 建国您所了解的 我想基本上 从预算面来讲 就看到现金的政府 跟以前政府差异性 是非常大嘛 因为毕竟 三年前的长照 1.0的时候 平均十年的 每年的支付的预算 不到50亿 而且东通每年 都必须要透过 行政院的预备金 来动资来自助 才有办法 这些配合团体 相关的一些机构 才可以去领到 政府的相关的一些 有关长照补助款 那从去年开始 从200多亿 300多亿 到现金的快400亿 左右的预算里面 我想这个 从预算面 制度面去做修正 再可以看到 现在跟以前的差异性 是蛮大的 那我必须讲说 很多事情 台湾的老化的速度 真的是快到 我想不管是中央 不管地方 甚至还有所有的 这些政治工作者 都必须要面临到 未来很严峻的挑战 我必须提供一个数字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2018年台湾叫做高龄社会 也就是说超过65岁的 占全国的人口数 是14% 那我们到2026年 就已经来到 超高龄社会 多一个超字 就增加6% 5个就一个 超过65岁 在台湾的社会 所以这个用短短8年的时间 高龄进到超高龄 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全世界没有这个例子 全世界平均高龄到超高龄 是用43年 台湾才用8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没有国外力可循 如何来应变 这个老化的速度 那长照只是老人的部分 照顾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 先把长照这个照顾 要把它很实际的 很迫切的来把它照顾好 让其他不需要到 长照的这一块的老人的 这些群组 这些族群来讲 政府也应该要 现今这个阶段 就要快速来做相关的处理 这样才不会让台湾 未来要付出很大的 应变老化的成本 你所了解 老化程度高居 全世界第一 这样的状况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关键在哪里呢 最主要还是 因为少子化的问题 因为这个少子化 牵动到老化的速度 那像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生长的线 运营线 一直维持在这个 老化速度的 123 不然就321 我们跟嘉义跟蓝头在 云嘉兰在比赛老化速度 123跟321 一直以来都保持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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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顺位啦 那我我我我特别提到就是说 对其实其实政府在应变老化速度 应该要再加紧脚步 这个是很迫切 不然不到几年的时间 可能我们到2025年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 我们到2025年 我们老化速度是赶过日本 是 建伟我看到一个惊悚的数字 就是在2050年 台湾的会有面临到 300万户 孤独老人死亡的问题 这个部分 你怎么看 就是说2018 叫高龄社会 2026 台湾叫做超高龄社会 那这样的速度 全世界没有 就是台湾 应该说是最快的 人家平均 这是用43年 那至于推估说 2050年 我觉得这个数据 是不是会更加快 那当然就要看台湾整个 这个在扫子化的 整个因应措施里面 是不是有机会 加紧脚步 就像现在 小型执政之后 0到6岁 这个生活育女过程里面 国家协助来 来帮忙养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可以鼓励更多的 这个年轻的夫妻愿意 勇敢来生产 来增长报告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衔接的上 是不是可以来 来针对这个推估的状况 做一些 做一些弥补 这个我不得二次了 这个还是要 公部门还有专家学者 大家共同坐下来 好好来做一些探讨 但是我觉得该做的 还是要做 而且速度要很快 我觉得老人 来到65岁 坦白讲 医疗的 预防的医疗 还是医疗的 实际上的一些资源 有时候会大过于 长期照顾了相关的一些 一些状态 这个是很迫切性的 很必须要性的 来由政府赶快来做 做出相关的一些因应 是 非常谢谢建国 在表忙当中 跟我们进行连线 他已经提出了 非常多关键性的问题 非常谢谢刘建国 来我请教是姚老师 老化的定义 老年这个老化 未必说真的 已经呈现一个失智的问题 未必只是年龄老化的问题 问题是我们因应 这个老化的变迁 这样的速度之快 几乎是全球第一 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来杨老师 我觉得你如果问我有没有 做好准备 我觉得政府还要加一点油 虽然现在的小英政府 刚刚连任 当然我们就 也可以认为说 多数的选民对他的政策 基本上是肯定的 在长照的部分呢 当然也是批判的人并不多 可是我必须说 有太多还要做的事情 太多太多 理由非常简单 是因为老年人的比例 越增加越多 他不会倒转过来 再加上少子化 也就是青幼童越来越少 那个倒三角形啊 比例越来越大 因此政府要作业的 不能靠居家 因为他少子化以后 居家能照顾的比例 越来越少 他必须政府要照顾的 比例越来越大 那因此现在长照2.0 我是很希望快点 进入长照3.0 进入到长照4.0 2.0啊 我讲个不客气话 连我自己 我属于家中有老人的 原本是两个家庭 就是我太太家里也有老人的 现在我太太家里老人走了 这个家中有老人的 我的自己的体验呢 从他80多岁开始 我就发觉有许许多的政策 没有办法跟上脚步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了 好像这件事情只有一个部会 像刚刚讲的社服部 好像好像跟其他部会无关一样的 事实上涉及到太多部会 照我来看 在我来看涉及到太多部会了 比如说像卫福部吧 我们就拿健保 医疗来讲好了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像我的母亲高龄97了 现在都是有我们兄弟姐妹 在人流照顾的 我妹妹陪她住的 否则的话根本无法处理 虽然有所谓的居家护理 不管抽血啊 或者因为他心脏病的药 三不五时医生要求抽血 他居家护理也会来抽血之外 有太多的药物 现在他根本不太适合出门的人 他仍然要跑出去啊 我说尽了一切理由 不出去 不管是譬如说 用我母亲来看这个节目 因为我上当上了 我也不好说 有一种药物是要考试的 我就这样讲答 我有一种药物是要考试的 他大概没一年吧 他不考试拿不到那个药 那他从80岁出头 就开始拿这个药 每年都考 都过关 现在97他已经不太能出门了 还要考 我常常想说 卫福部难道这种药 其实要领这种药的比例 按照年龄来讲 应该很少很少了嘛 对不对 你到了90岁以后 我95岁比例已经非常少了嘛 他大可以不必再用这种 门槛式的要求 这增加我们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第一个在家里要劝说 拜托一下 你出去 因为他不吃这个药 结果会比较严重 虽然我母亲并不知道 那个药物的本质了 那好 还劝说 跟他说这个原因 说今天我们用轮椅 用最好的车子处理了 我们连别的车都不用 我们就自己家里的车子 用很好的方式 就当你只要走出门 想办法到医院里面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让你回家来 很难的 非常难 因为他腿已经没劲了嘛 要这样子扶上 就从床下就要扶上 轮里这样子过来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就是我讲的 你不会可以解决问题嘛 我现在不想批判巴士亮表 我光为了巴士亮表 从80岁开始 对你批判 大家很多人批判很多 对啊 我都不想去谈 光这巴士亮表这个概念 它就是一个可以检讨的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等人 就是假设我母亲好了 当时还能走的时候 她是后来跌交了 她非要等她完全不能动 我才能找人来照顾她 才能申请外拥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你要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我一定要24小时陪她 因为防她跌倒 因为本来外拥的意思是 预防性的 让她不要失能嘛 对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有伤害嘛 可是不行啊 她有伤害了 她才能够符合条件呢 好像我一直要等待她伤害 这个概念我就觉得 还早就可以检讨了嘛 立法委应该早就检讨 就说也许到了某一个年龄 也许啦 因为这个年龄啊 随着我们医疗的发达 医药的能力 当然越来越强 越活越长 比例越来越强 如果在SNG那头还在听 对啊 所以立法院应该反映一下 立法院应该反映一下 说这个东西你到了一定年龄 就不必要什么亮表了嘛 你就让她照顾预防性 将来她如果受伤了 真正是能照顾的资源更大嘛 是 照顾的资源国家投入资源更大 家庭投入资源更大 那不是更不强划不来的事嘛 你不如早五年早十年 比如说85或者82 你就给她一个年龄以后 就马上就可以申请 让她有人24小时可以看过她 是 这个因为每个医生都 当时都提醒我 绝对不能跌倒 我心里想怎么让她不要跌倒 多难啊 她要下床 你看我在她床上摆个铃 下床就要摸那个铃 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冲过去 为什么 因为她要上厕所啊 你那个铃是提醒说 其实要人了 我要下床了 那她要摇得很大声 我也摇太小声没人知道 那个铃很小了 那个就是瑞士那个牛铃 很大声 她只要下床就要 可是她有的时候她不愿意嘛 她也不愿意麻烦人嘛 我觉得可以 我刚好摇领你来帮我 对啊 她干嘛麻烦人 她就这样转转转转 这个我认为了 这个已经属于条件好的了 我好像每天都提起 家里还有家人的了 对 这已经是不需要 我刚刚说很多独居 你不要讲独居 那怎么处理法呢 所以我就讲说还有太多太多 各部会针对老人需求要整合服务的 而不是光社服部设计2.0 ABC先从社区整合服务中心 复合式复合中心 村里复合中心 我讲不客气话 真的很少人搞得懂 这三样东西怎么整合法 它除了区域性 一个是大的这个乡镇 一个是学区 一个是村里 然后可是事实上这个村里 那个普及力还是有限嘛 大概平均三个四个 才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真正向理的服务中心嘛 你要真正有急事了 找人来做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是觉得了 整个的政府要投入 不只是钱的问题 确实是要把需求 真正的问题面 再收集清楚 太多这问题面 是各部会都需要的 包括内政部我都可以讲 所以全部都要投入到 台湾越来越趋老的社会 包括我自己 我就靠70岁的人 我有时候想想 我哪一天也是 长照2.0的使用者 我现在一开始 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的确 我的那人最近生病 我已经感觉到疲于奔命了 我很难照顾他了 因为我自己光三餐嘛 各位想一想 光三餐 你想想看 那怎么去处理他 我不是一个全能的人 除了药物要处理他 三餐要照顾他 他的行动不太能够自主 那如果你这样做 然后我如果还有 居外的工作 像我现在就准备 长时间的就退下来 要来照顾他 那你想想看 这个如果政府有更多的 照护策略方式 当就减少家人的负担 包括我自己如果哪一天 也自己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那我就很难想象 这样子两夫妇或者单独一个人 怎么能得到看护 所以我觉得太多可以做的 我们现在讲政府 我当然并不是要批判他做得很差 而是还有太多需要一路加 不是400亿变600亿 不是变800亿变1000亿 迟早要增加的 那个根本少不掉 根本想都不要想 就像国防预算一样的 他是必须增加的 他是永远在往前进的 他不可能停下来的 所以钱只是一个标准 不能说我们已经增加了200亿 好像做了很多了 不够的 而是要确实针对各个社区 乡村有乡村的 城市有城市都市有都市的 不同的需要 来再加以设计各种不同的要求 这个几乎是我们生活周遭的朋友 共同面临的问题 真的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们新闻部也有一个 资深的军事记者 上市黑鹰直升机在坠机的时候 那我们请他跟我们进行连线 后来连线到第二趴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 他就说他不行了 他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进行连线 他说他要赶回去照顾他爸爸 那我发现也有这种状况 那他的爸爸的情形 他说他曾经有一个月上班了 发生一个月上班五六次 上到一半之后折返 我说为什么折返 他说爸爸突然打电话 因为爸爸独居 只是那爸爸一个人 因为妈妈走了 那妈妈走之后 其实爸爸也历经过 整个生活上的一个改变 那那种挫折很难站起来 那状况时好时坏 就前一阵子 小君你还记得 我有一段时间 我干脆不上节目了 就在前一段时间 理由很简单 我知道那三十个小时 我在家里可能太太正在休息 我其实是可以 可是我不敢 除非是他自己完全可以自己上洗手间 或者自己可以如何的 那我就敢出来一个三十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赶回去 否则我完全不敢离开家里 前一阵子 小君你还记得我有一段时间 我干脆不上节目了 就在前一段时间 理由很简单 我知道那三十个小时 我在家里可能太太正在休息 我其实是可以 可是我不敢 除非是他自己完全可以自己上洗手间 或者自己可以如何的 那我就敢出来一个三十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赶回去 否则我完全不敢离开家里 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 甚至于跌一下 那根本没有办法反应 那现在我都还是紧紧张张的 虽然我每次现在出来录影的时候 它都是属于休息的时间 我就说它两点钟休息 我五点钟回去恰好能够接上 如果晚的话 我心里非常急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 接下来他的床上 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 家家许许多多的家户 都有这种问题 家人照顾未来越来越困难的 所以一定要给他支援 这个支援 说居家照顾那个系统 其实现在还不够完整 我自己理解过 还不够完整 我刚刚讲的最基本的 食住行都不太容易 再加上外劳又不见得很容易 对 这外劳不是很容易的 你只要能走路 你只要能站坐起来 它就没有 就没有那个条件了 就不见了那个条件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我已经两三次碰到这种状况了 钥匙场场 录影 其实还是牵挂的师母 那我们这个资深记者也是 为什么折返五六次 他都是临时打电话 可能接到爸爸说 我跌倒了 对啊 临时又要再回去 这个状况 其实还蛮平凡的 那我相信对于这些独居的这些 阿公阿嬷来讲 他们常常独居都有一个坚持 这个坚持 就是说他不习惯 不习惯 有的人可能住台东 住台南 高兴 婚姻 家妻 男党 你说 哎呀 你都来台北住 他不习惯 因为他有他的生活圈 可是你不习惯的一个结果 独居的结果 就会导致子女 面临到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我想请教这个潘牧师 你跟妈妈 妈妈今年91岁了 对不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看他对你们家 其实影响还蛮大的 我看你冲击到你整个人生 你曾经也因此而崩溃过 对 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妈妈是很典型的农村妇女 是非常坚强的 然后住在屏东独居 她自己一个人有脚踏车 有摩托车 所以她趴趴走到各地去 所以独居了大概20年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做子女都常常提心吊胆 因为 可是他 摩托车站起来 踢不上来 四个小小小 也蛮好的 很开心 但是 代表他还很健康 只能站在摩托车 一般人听到这种状况 都是用说好福气 说老人家好福气 年轻轻 就是说家属很福气 可事实上真的提心吊胆 因为他跟我分享过 他有三次不知道怎么回家 因为他跟我分享过 他有三次不知道怎么回家 对 所以我听了就怪怪了 怪怪的 因为他 他几个月的时候跟你说 我怕你站到一半 不知道住在哪里 七十几个月 七十几岁 对 然后他说他去邮局 那个是非常熟悉的路线 他说他站在那里 大概愣了半个小时 那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就觉得这怎么办 好像每一天都提心吊胆 我们劝他到台北来跟我们住 他不肯 因为他觉得去 你们台北很像关在鸟籠里面 我到处都不能去 真乱嘴 所以他就不想上来 但是就刚刚讲了 他有三高 高血脂 高血压 高血糖 然后在讲话当中 后来慢慢发现他怪怪 身份症不去 印症不去 身份症不去 然后打电话的时候 常常说谁怎么样 就是疑心了 就说谁对他不好 怎么样 我们就觉得怪怪 对 因为我在教会 有带长辈的这个团契 我就曾经请徐医师 来跟我们生活讲座 是我们这个徐医师 对不对 这个徐医师 那我就有一点点概念 那时候有一点概念 我就跟我哥哥讲说 妈妈好像生病了 那因为我大嫂的妈妈 也是阿滋海默 所以大家都有一点点的概念 可是就很害怕 万一是怎么办 就会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困难 可是又觉得不太可能不去面对 那我就有一点提心 就有一点警觉 我就想说 妈妈如果是狮子 他的用药很恐怖 因为吃过了再吃 重复用药 这些忘记已经吃过了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说 请我表弟住附近 天天拿药去给他吃 但是真的有一天 事情就发生了 发生什么事 就按电铃 六点没有人 七点没有人 八点 九点 十点 都没有人开门 可是听到里面有声音 所以就觉得 哇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 就赶快去报警 那真的就是出动了云梯车 因为我们家 跌倒了是不是 就是不晓得里面有声音 可是就没有办法出来 那所以警察会同村长 我们家是那种透天的 就云梯车进去 从窗户爬进去 就发现我妈妈 跌坐在床边了 大小便都湿进了 难难自愈 已经是不知道 他是重复用药 还是没有用药 所以就 对 那因为失智症的人 是没有安全感 他们从黄昏开始 就层层上锁 窗帘什么都拉起来 门锁在锁 然后他房间的锁 所以其实进去以后是 费了一番功夫 把他背出来 因为他把家里 层层都锁住了 对 非常危险的 没办法 那所以就送到医院以后 亲戚打给我 我就火速下去 把他夹持上来 要不然他就不肯上来 是因为这样就开始了 他的失智症的人生 我们就是赶快带去给医生去确诊 所以我是觉得不是用猜的而已 我觉得是一定要去让医生确诊 是不是失智症 对 那后来果不其然 已经是轻度到中度的这个阶段了 进驻到生活之后 这个林牧师 听说 你叫他中午 他对你这个警察 听说他是不认得你 把你当成头号战犯 对不对 是不是说我给你吃饭 真的吗 是吗 应该说那时候我也不是对失智症很了解 但是就觉得他来到我们家 我们很欢迎 但是总觉得好像把我看成是 不是很喜欢的一个对象 那 他没可能不认识啊 为什么会变成不喜欢你 可以不认得他呀 最后当然有可能不认得到 后来才知道 怀疑太多了 我还好 我刚刚讲那个考试 就是针对这一部分 那个药真的太重要了 对 万一没有 我一点都不敢想象 就是因为他会怀疑人 怀疑人 如果没有吃了药的话 钱啊 或者你会害他呀 或者那不得了的事情 连兄弟姐妹都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根本没办法 那是无法述说的 所以当他怀疑的时候 你怎么来再用兄弟姐妹的方法 来跟你说 而且你跟他解释 他说没有没有 真的是这样子 我就是放在哪里 就是不见了 对呀 所以你说他怀疑你 后来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有所谓的假想敌 这个症状 就是说失证者 会把周边的人 某一个人当成假想敌 他偷了我的钱 他要害我等等 或者看我不顺眼 他看你要打他 尤其是告证 说我要打他 我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尽量做一个女婿 应该对岳母的尊敬 但是后来才知道是生病了 生病了 所以他理智上 他里面认定你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我们就要来调试 你是一开始就能调试吗 当然是一个过程 慢慢的学习 你在家里面就变成猴子 偷偷回来 偷偷吃饭 偷偷酸 没有 我要保护他 我要保护他 你要保护他 因为他是女儿嘛 有时候他跳出来 一直跟 为 帮我解释给妈妈听说 我没有那么坏 我不会打他 我是很欢迎他在我们家 那就是要赢得他的信任 但是这个就是死好死坏 慢慢也能够了解说 他是生病的人 所以我不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的反应 来觉得是他怎么对我这样子 因为他是生病了 所以我们就学习来包容来接纳 不过当下我觉得 不要把他的生气 把他惹起来越来越气 就是说要赶快离开现场 如果有发生这样一个状况是不是 对 赶快离开现场 就要顺 而且要顺得到 我觉得就得把他当作 其实很小的小孩 对 我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就把他当作很小的小孩 因为他所谓的病的意思就是说 他某一个机能是不方形了 对 所以就必须要把他 就按照他那个方式往下 我自己的处理就是如此 你根本不能跟他 对上 对上 你不能 你绝对不能 他说有 你不能说没有 绝对没有 那就 你不能跟他解释吗 你不能跟他解释的 像像像 不会的 他说有偷了 你就顺着 因为他过两年 可能根本就不记得这档子事 你跟他顺 你跟他就 他根本就忘记了 所以他们的优点就是 忘记 所以呢 那在徐医师 这个叫做妄想 那妄想就是没有的事情 他认为有 对 而且身性不疑 这个身性不疑当然就是脑部的病变 所造成的 所以这个身性不疑你一定要去劝说他 有时候不一定会得到好结果 那常常常常常会这样家人跟病人之间跟长辈之间会起的争执 所以我们都是要我们在这个这样子的事情上头第一个就是要知道他妄想怎么来的 有时候是知道妄想怎么来的 对有时候是当然是他脑部生病了 但是有时候他在医疗上头 譬如说他有尿路感染 他有吃了一些不太适当的药物 或者他身体有什么不适 不舒服或者是他在在这个譬如说听力不好 或者是在这个看不清楚 那在这个沟通上面其实有出有出了一些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医疗上可以协助的 那帮助帮助病人 怎么协助他 第一个我们要先检查他有没有这些状况 所以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SOP 就是你找不到任何原因 他会有一些精神行为症状出来的时候 我们先检查他的尿路感染 因为尤其是女性 而且女性的病人本来就比较多 这个年纪大的女性 她常常会有一些尿路感染 而且尿路感染不一定会有症状 所以现在这个失智患者的人数的确快速增加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到底有多严重 比如求助的门诊里头 就发现有什么样的趋势呢 根本临时挂不到号的 根本就说挂不到号 真正发生状况 真正发生 所以你就挂号的时候 就发现门诊是 我们讲神内科家 它原来的 你今天不管是他别的因素而造成的 这个病变 你完全没有办法临时去请医师 除非你非常熟识的医师 你可以私下询问一下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到医院里面 或者医学中心里面去寻找病因了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用行为模式来出 我现在几乎是个行为模式来出 就是顺 可是现在各个医院不是应该都有失智科吗 没有 失智科只有长庚医院有 就长庚医院有 只有林口长庚医院有 不是没有用的 那其实医师愿意走失智症的也不是很多啦 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要去聊 一开始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失忆 它不一定是失智 没有错吧 它只是忘东忘西而已 没有错啊 本来就像他前面讲一句话 他可能五分钟以后再问一次 他可能五分钟又再问一次而已 这种两夫妻住在一起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个叔叔有一天回来 他从美国回来 他说他就是跟婶生两个人长期住在一起 那已经都七十几岁 他说有一天呢 婶生就泡了一杯咖啡给他 那婶生自己也一杯 就是在家里嘛 你一杯我一杯嘛 然后你一杯我一杯 后来呢就发现呢 叔叔那一杯咖啡是空的 那叔叔就说 你不是要泡咖啡给我 你怎么没有泡呢 婶生说我已经泡给你了 然后他的杯子就是空的 他说你喝完了 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喝啊 那一个说有啊 一个说没有啊 这就觉得阿Q 我刚刚讲咖啡砸 我就说这就不能阿Q 家里有没有坚实性 这个不能阿Q啊 他是长阿Q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 这这尊重是两个人都 所以我们会教家属该如何去 那说不清楚呢 不知道到底是 我们会教家属如何去处理 像这个有个处理方式 可是这没有见证者啊 没有很简单 这个没有对错问题嘛 小雪 这个没有对错 我就觉得 可是两个就在就发生纠纷 你说你要泡给我 你就没有泡给我 我明明有泡给你啊 是你喝完你忘记了 所以这个很简单 就是跟他说不小心 我刚刚把他吃喝掉了 我现在再倒一杯给你 这样就好了 就是用这个转移 大全体两个人当中 要有一个人没有失忆的情形 对对对 两个的话 我两个都老年纪大会辛苦一点 两个的 两个有机会的 可是有程度的上面 我也认识过这样做 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且那个是几乎家属都不能处理 是 那个应该我都认为啊 如果你真的问我现在对政府的要求 像这种特殊状况 这个家属应该可以申请专案的 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处理 因为这种群聚到底好不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他们分不开 妈妈一堆朋友也是 这一集可能要 也让妈妈看也不好意思 我会跟你说什么时候播出 因为杨妈妈有个看新台湾家 我妈妈大家也看 就是说有一次 妈妈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那那个就是一个尾牙验嘛 那我就遇到一个情形 我就坐在旁边 那因为就是我年纪最轻 旁边坐妈妈 我就发现呢 比如说这个人跟我聊完天之后 那换这个人聊 那这个人再继续讲 可是他们都讲的都同一件事情 他讲过之后他可能忘了 然后等他讲完之后 他一直继续再讲 然后这个人呢 就继续讲 然后就一直反反复复 就是这个情形其实还蛮严重 刚才每一次讲都像是讲 第一次一样传神 其实你现在讲的 可是我现在的训练 就坐在边上很耐心地听 而且我连一句话都不会讲 他们都很可爱 说你已经说过了 我不但不会讲 我甚至于还中的 第一次听到的样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还认为 现在我回想起来 我认为这蛮幸福的时间 没有别的状况 没有绝对的状况 他才有 他还有精神在给你讲 而且讲的 眉飞色舞很开心 很开心 我挖不得这种时间 越长越好 就整桌一个小时 就一直穿过 不用讲话题 不用想话题 这个是很好的陪伴 这其实是一个陪伴 一个餐桌讲五六遍这样 这样很好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你甚至于不必想 因为有的时候他忽然闷了 对 不讲话的时候 你才 你才 绝对要才担心 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 你知道他每次讲的时候 我都当成第一次听 我都没有跟他讲说 你刚刚讲过 你讲第三遍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万万不行的 对不对 其实这真的是 我觉得子女 从这互动里头 有很多新的学习 来这个 这个冠祥 你自己呢 你自己面对爸爸妈妈 我觉得也应该带了 很多新的学习 蛮多的学习 而且到到了后期 因为太太也有在经营这个社会企业 所以在这个社会企业 我们碰碰触蛮多的 刚刚提到的不管各种公益单位 那其实刚刚提到那个问题点 其实都都像是就是说 我们用正常人的角度 在看这些可能有状况的情形 但其实可能已经不是正常人了 所以我也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在在谈这些时候 其实同理心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都是用我的观点 那就不对了 所以第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观点要带入 带入到他的观点 那刚刚不管是失智 或是他身心有任何状况的时候 我用我的观点一定是 没有办法感受他的观点 所以先观点带入他 那带入完了之后 我不要评断 我的评断 通常是从我们的评断去评断他 所以我不评断 我去跟他聊聊看 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 真的去感知他的情绪 就像刚刚提到的 他现在情绪是很高涨的 赶快离开 或者他现在情绪是很沮丧的 那我们去陪伴 所以在这个 这个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是发生了 这些东西之后体会出来 其实应该要这么去处理 但其实在这个过去的经验里面 我也是从一个 特别像我这边有一本书 特别就是我是从一个 可能妈妈当时就突然间离开 因为癌症术后 一个月就走了 所以我从一个完全不知道 怎么处理的一个人 然后开始要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再来处理父亲的情绪 因为父亲也是 等于是独处 独处之外呢 他还要面临处理 他自己的情绪的问题 但是我都还在处理我的情绪 所以这十年来 就在那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学习 然后才领会到 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 那我都不觉得还做得到 做得好 因为这过程当中 一直不断地发生 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纠结 然后物理上的状况 这个实际的现象发生也罢 或心理状态的发生 然后很多argue的发生 我觉得大概就是在 这种困境当中 不断地去摸索 到底该怎么做 是对于这个被关怀者 是最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谈 那个议题的时候 有一个议题可能要谈一下 就是说关怀者本身 他自己的情绪的处理 以及关怀者的照顾 这件事情 特别在很多机构 这些机构 不管是在金钱 物资 或是对于他们的关怀 可能这社会给予的这个 这个力道都太弱了 甚至觉得他们去照顾 好像是应该的 其实完全都不是应该的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也罢 或者是这些照护者 我觉得他们都需要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然后让这一切才可以 可能变得更好 是 国家给钱给资源 说真的不是理所当然 而是来自于回到 自己的家人当中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等一下观想还有更多的故事要告诉我们 你也走访了很多 这个长照机构 对不对 你这时候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算比较年轻 可是我小时候给外婆带大的 那我外婆现在九十几岁 所以他刚刚大家讲的 其实我们家也都经历过 尤其是刚刚讲到说 独居这段特别有感触 因为他就住在南头的眷村 那左临右舍都熟 可是外公过世之后 他当了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我们就想把他抓在台北 那抓来后 每隔两天他就搭了国防科又回去了 而且没办法 看他每天都还有打麻将嘛 那朋友都在那感觉过得蛮好 那也就不为难他了 那就让他过自己的生活 那后来他也跌交 每一个人家里老人都会跌交 因为你一定是 而且那个转眼点都是摔了一跤之后 开始急转直下 那我外婆运气好一点 说他跌了交之后身体还可以 那我们就说要帮他请看护 那就去又八十两表 大家讲每个都在骂八十两表 那去之前我们就要交代说 你等一下就是不要够狂 就说如果真的问行不行 就真的不行 那这次嘛 当然是骗人的 不要逞强 对不要逞强 就去几乎都满分 我们看到有昏倒 就是用漱口也可以 那看到就昏倒 可是他就是跌过焦嘛 对不对 没有办法又把他送回去 那后来当然是依靠一些 像现在有些保全科技是不错 我是会是可以看到他现在生活的 然后还有像教会也很重要 因为他他能够一直持续 就是教会有社会的资源系统 帮他送便当 然后关注 然后他有三五好友可以打 骂这样也这样就过 那他现在也九十几岁了 那真的越来越不行 那记忆力开始也稍微会差一点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那后来战然我立场 我出来选举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看很多长照机关 本来就是要了解他们需求 才知道现在在哪里 比如像刚部长 那个次长讲说 现在有四千多床的 全国的布点对不对 差太多了 差太多 因为现在有二十八万人 差太多 差太多 那个一百个这一百 四千多个算什么对不对 根本差太多了 想都不要去想那个机构了 在我来看想都不要想 真的 遥不可及就是了 对不对 你现在只有 退而求其自费的 对 就是公立之外的 那公立的很多人负担不起 对 那很多 公立的可能比较便宜 还负责私立 对私立的负担不起 那我也问过 就是为什么私立的会贵成这样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 到底多贵 就是现在差不多是五万多 六万的行情 稍微可以一点的 就是在我们的立场 五万左右上下 是稍微可以的状况 那这个年轻人怎么负担 当然很困 就是你要集所有的力量去撑 因为究竟是你的长辈 唯一的长辈 现在你当然没有任何 你外劳不行的时候 你只有这样子撑 那还好那个外劳 后来许可了 那当然就在居家 居家其实加在一起 可是他的80%表 真的是标准 太高太高了 可是像外劳也不放心 因为有时候要量血压 什么的 要随时去监控 他生理数据 其实在那个 长照机构是比较安全 而且他们是有照护能力的 可是问题是 我也访问过 他们那些长照机构 说为什么不多开一点 如果需求那么大 你看得像便利商店 不是很好吗 他说没有 不行没有办法 因为成本太贵 他说现在的法令规定说 如果是一般老人 是一比八 一比八 就是我一个长照照 照顾人员 我照顾八个老人是可以 可是如果是混合型 就是有失智的 或失能的是一比三 他人力比是很 拉到很高 我照顾三十个老人 那我需要十个人力 那这人力怎么来 那对于那些长照 他们也不是慈善机关 他们算是做好事 可是你不可能要求 他们一定要一直掏腰包出来 所以他们有提供解放 就是说 现在当然类似的照顾科系 在大学越来越多 差不多现在有六千多个人 总共 可是因为现在是青黄不接 就是那个还没有毕业 真正同路长照的 那个产业里面 那现在这些人都会去实习 可是实习 其实在法律上不算人力的 就是可是他们认为说 好实习生或许没有真的完全 完全学业 不见那么强 可是你可不可以说 两个实习生可以代替一个 所以未来他面对到一比三的时候 或许我可以用两个实习生来 第一个所谓的长期照顾 那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 带了三群实习生 这样子他能力就可以扩散出来 那才可以再舒缓 这五年左右 大家长照的需求 对于尤其是失智这部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补助 补助当然是讲永远都不够 就是你补助到什么程度才够 可是现在我提供一个数据 给大家看 说现在对于一般中低收入户 不是失能 就是长照 加益 大概是补助一万 1.8万到2.2万左右 可是现在市场行情 差不多 真的稍微比较 比较好一点 就是五万上下 那其实就是三到六万这样 那其实是有落差的 可是这个落差 你说一万多块是高吗 可能因为他就是中低收入户 所以对他来说 那一万多块 可能就是压死落口 最后一根稻草 坦白说 那最后社会悲剧会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 常常会有照护悲剧 那其实照护悲剧是 我坦白说 那种所谓照护悲剧 就是一起离开的 然后就我酒病在床 我不断照顾酒 我压力太大了 然后我就一起离开 那这社会最不愿意看到 可是连这个人数 都不断在增加 真的从一百年 一年两件 到现在一年二十件以上 所以他已经增长到十倍 所以他那已经不是 一个人的悲剧 而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所以其实我就 选举过程 我就一直走法 那当然一方面是 我自己有 刚刚我讲外婆经验 我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下 社会的状况 我也是刚好很 很谢谢小军有这个机会 我把业者反映的心声 我趁着机会跟大家讲 然后也跟政府讲 那可以真的去对症下药 那这个我刚刚说 尤其是补助 你说这个 像那个实习生 我认为是一个观念转过来 跟巴士良表示一样 就是政府一个观念 转过来就可以了 你当然可以说 这个实习生 不见得那么熟悉 怎么样 可是你由资深人来带的话 我相信是可以抵得过的 那实习生 这一个观念都转过 那补助 当然会涉及到 所谓的政府裁员的问题 可是你要看 你要怎么看 你如果把长照 视为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的话 比如老年化的社会 会衍生出来社会问题 进而衍生到 国家安全的问题的话 那这个钱 就可以尽量来挤出来 它跟教育是一样的 也是一种 反放于未来的 国家安全的概念 希望在国家 台湾在老年化的时候 讲白了叫老有所忠 就是我们小时候念 幼有所长 壮有所用 这东西我们大家很爱看到 我们都在讲 零到六岁国家一样 壮有所用 我们要帮他找工作 因为这些人有票 声音大 可是老有所忠 这件事其实很常被忽略掉 那这件事情 我认为 我可以借这机会 把它讲出来 然后能够尽量补助 你说能够 拉遍六七千块的落差 或五六千块落差 能差一点 可能或许就少了一个 家庭悲剧的发生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大家要真真诚去面对 是 照顾者绝对不是一个万能超人 有时候你看到兄弟姐妹在轮流照顾时 最怕的一个状况是有人说 我撑不下去了 我要放弃 这真的是令人最难过 最多人去面对 次长我想请教 现在在台湾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 到底是多少 而且人口当中多少是需要照顾 长照一向 或者从现在 以前还有从现在开始的未来 最大问题都还是在人力 都是在人力 那我们的老年化的速度快 再加上少子化 所以未来的这个轻壮人口 还会继续的减 所以人力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在这些老人当中 我们看到许多的调查 也显示 他们比较希望的生活方式 未必是还在期待三代同堂 甚至最希望的生活方式是独居 面对这个状况 你们所看到的问题面是什么 的确啦 现在其实不是说希望 其实未来三代同堂 那也不可能 不可能就过去了 所以老人未来要去想的 就是说他很可能独居 或者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双老 两个老半住在一起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那我们就抓住的 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其中最期待就是 你如果是健康的话 这就没有问题 所以年纪虽然大 但是身体健康 要能够维持住 那就是也就是我们长照二点零的第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万一人年纪大了难免 就疾病或其他的原因造成失能了 在失能的情形之下还是能够尽量维持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功能 不要什么都依赖别人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半独立的 或者是说在别人协助之下 那你的日常生活还是可以的话 那这样子对于人力的需求也比较小 那老人家来讲 重量他失能 他还是有尊严的活着 所以这就是我们长照二点零的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 如果他不需要人来协助 他当然尽可能靠自己 可是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看到很多老人家 他的独居住在什么 那种非常老旧的 根本没有电梯的建筑物 好三四十年 甚至四五十年 这个独居老人非常多 健康还好 他可能还可以自己走路去搭公车 健康 去坐公车 去看白 他如果没有健康 他连出门他都有问题 所以现在你们的公共资源 怎么去面对呢 一方面 你们可能可以想办法 把日照中心 长照中心里头 透过他们群聚在一起 可是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个别的老人 你的公共资源 到底要怎么样发挥到他们 你能够每天去吗 每周去吗 每个月去吗 这个部分 这个资源上怎么分配呢 这个是这样子 事实上我就住在这种 没有电梯的公寓里面 我很快的也会变老 你说您自己 我自己 因为那个是臺湾 现在六十年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为了应付大量 这个中南部上来的 这个 这一个老公 所以盖出来 这种比较平价的住宅 他的样子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房子也老了 人也老了 那当然会出现问题 那我想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的话 主要就是说 依现有的状况 我们怎么样去提供这个服务 那当然我们有这种居家服务 还有陪伴就医的 这些人力的话 是可以协助他们 利用各种工具 让他们能够上下楼梯 来外出 不管是就医 还是说其他的 进行其他的活动 这都在我们的居家服务里面 都有 居家服务 但长远来讲的话 我想这一类的 这一个住公寓的话 其实是对于老人家 是非常不友善的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可能是都市更新的问题 那内政部在这方面 已经有一些规划 你现在这种日照 长照中心 公立跟私立分布的状况 是怎么样 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是在社区跟居家的 这一个部份 那我们部件的是 比较 比较 比较多一点 以这些服务的据点来讲 全国已经四千多点 四千多点 这种所谓的 对于私能者照顾的 包括居家跟社区的 日照的这一个 那这一个另外就是有一些 比较健康老人聚集在一起的 我们叫做西据点 就所谓的乡弄长照站 这一些的话 我们部件已经两千 四百多点 全国了 对于子女来讲 这样一个负担 他怎么样去衡量 这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负担的部分的话 是这样子 我们有四包钱 那第一个比较经常用到 就居家跟这个社区等等 这种照顾的服务 这一类的服务的话 我们会根据这个照管专员 去做评估 那失能的等级 从二到八级 第二级就是一万 每个月一万多块的额度 然后第八级是三万六千多的额度 那在这个额度里面的话 去使用 如果你不是中 如果你是低收入户 就完全都是不用付钱 如果你是中低收的话 那只负担百分之五 如果你是一般负的话 你只负担百分之十六 如果一万五 我负担百分之五的话 那就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中的是一个重度的 那你的额度有三万六千多 一个月的话 你如果是一般负的话 负担百分之六 大概六分之一 所以大概在六千多块左右 六千多块左右 是 好 谢谢次长 所以以这个汤老师 你所看到的 臺灣现在这个状况 包括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邻近国家里头 也面对相同的心性 他参知识可以工作 来汤老师 你的经验分享是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 真的是全世界 每个国家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老人增加 失智的老人增加 但是照顾人力 年轻人减少 这个几乎是共同 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以我们的经验来说 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 这些照顾者在照顾过程 他会有走不下去的时候 那的确我们大概有七成 有七成的照顾者说 他曾经有轻生的这样的念头 七成这么高 七成 在整个照顾的历程当中 所以我们后来发展了一个服务 叫互助家庭 这个互助家庭 其实是让这个家属 带着失智者 一起到这个互助家庭来 他们彼此互相帮忙 互相支持 互相照顾 彼此支持 而这样子可以撑过来 那我们的家属 对于这样的一个互助家庭 他们非常的喜欢 他们说多一个互助家庭 就可以少几个家庭 会想要跳楼自杀 那在失智这个领域 各个国家现在都努力 在发展一个叫做 失智友善的社区 而这个失智友善的社区呢 社区里面的人都对 失智长者有了解 他可以在这个社区里头 爬爬灶 那社区里头的可能闸货店 便利商店 美容院 大家都了解他 所以可以让他在社区里头 到处去串串门子 一天就非常好过 可能到傍晚的时候 有人再带他回家 那这个是我另外要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服务 涨的速度 绝对不会由我们的老人家 增加的速度 跟失智老人增加的速度 来得快 绝对不可能 所以永远都在追 永远都会不够 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面对 未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 努力的去发展一个友善的社区 让我们在社区里头 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 彼此大家可以互相帮助 你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所谓的友善的环境 是指的是 因为我知道 比如说像公园 公园的设施里头 你说吊单杠 年轻人 你叫老先生怎么去吊单杠 现在看到公园就知道 公园这东西对老人家会不会友善一点 老人家坐在上面 大家一起聊天 对 最后聊天 就被人外老去吊单杠 老人家还是坐在轮椅上 轮椅上几个人在那里 外老人家 应该设施要比较符合他们的吗 是不是 所以一个是在物理环境 一个是在这个人文的一个环境 物理环境里头呢 我们除了无障碍的设施之外 另外一个是要认知无障碍 就是针对失智者来讲 也是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长者 他住在中和 那他呢 九十几岁 中度失智 身体非常的好 他可以到处跑跑走 那家属呢 每天就帮他准备好 所以大家都早也回来了 有没有已经走到一半 像这个 中度失智 中度失智已经蛮严重的了 中度失智 他用那个GPS 卫星定位去 卫星定位器去定位 他现在人在哪里 好 时间到了去把他带回来 但是重要的事情是 这个社区里头 大概有三四十家的店 跟他连成一个线的群组 而这几个店呢 就是看到他妈妈 就会拍个照传给他 会问他说 妈妈今天是要吃 超级友善的 吃蛋糕 还是要这个吃什么 喝豆浆之类的 因为人数很多了怎么办 就社区大家共同照顾 社区大家共同照顾 当然能够有一个据点 像说在教会里头有一个据点 其实白天长者 就是在据点里头参加活动 中午在那边吃饭 傍晚的时候再回家 那回家的时候 有志工可以协助带他回家 这样子其实是一个非常 所以这个据点很重要 重点让他们聚在一起 尽管他们说的话 可能一直重复也无所谓 而且有些时候 我讲的跟你讲的 可能是不同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勾得空 其实就是互相陪伴 这样子其实就非常的好 是 雅老师 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校道 这中间真的有很多的纠结 跟复杂的情 那个情势状况在里头 中国传统讲 这个长病无孝子 酒病无孝子 这个听起来好残忍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 我根本不体会 我根本不体会 什么叫酒病无孝子 后来就慢慢发觉到 那真的需要 还好 当然也是长辈 父母亲的教育的关系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能够立下这个心志 就好像她在我们最卑鄙的时候 照顾我们到大 一个人照顾我们四五个人 那我们现在四五个人照顾她 一个还不行吗 还照顾两个还不行吗 这个最基本的 是 可是有的时候 当然会遇到困难 刚才讲的是碰到非常非常 就是说当怀疑心起来的时候 你不晓得有多么难处理 因为那个四周围的人 他都不要靠近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一再强调 就是说 那个支援系统 对于家庭者来讲 我觉得政府要做一个 我不晓得怎么讲 叫系统表也好 什么状况 我应该找到什么样的服务 或找到什么样的援助 包括从医疗 社区 乡镇里或长照2.0的任何一个服务中心 它有个系统 你把它列下来 这个不是Q&A的问题 太多的问题 我发觉到 原来这个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找到支援 也许就可以解决掉 很大的一部分的困困惑 因为你那个时候手足无措 你完全手足无措 所以政府需要做的是 协助人民理解那个系统 现在它的2.0太复杂 蛮复杂的了 对不对 我今天打1966好了 刚刚讲1966 对 资产说打1966 我的老天 我不晓得你试过没有 真的问啊 你就发觉很多 我光讲一个 我这个餐点问题好了 真的不能解决 好 就提供一个共餐 当我提到的共餐 我觉得蛮开心的 对 共餐 原来可以共餐 只要人能够到共餐的地点 就能共餐 对对 台湾市政府不是很多 共餐中心吗 没有错 可是我必须说了 那个共餐的品质 实在不怎么样 如果今天医生 如果今天老人家 还正在接受治疗 医生还强调 这个要营养啊 蛋白质 要有个蛋啊 要有个怎么样 营养一定要充分 一定要充分啊 还给看顾的人 还送内基金给你啊 给你尽量补 可是你光看那个共餐 你吃不了两三餐 就中断了 可是你能怪他吗 不能怪啊 他已经是尽力了 想办法让你能吃就好 只是让你饱而已 他根本没有办法 让你有任何所谓的特殊需求 因为医生要求他有特定的蛋白质 营养或等等等等 这方面我就说 当你问到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好像觉得有一条路 可是也是中断的 我回到这个潘牧师身上 二十多年来 从发现妈妈 然后从这个 算是屏东的增加嘛 说服她 搬到台北跟你住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 你给你最大的学习的体会是什么 我觉得对生命尊严的认知 对 那因为以前都是妈妈照顾我们 我十八岁以后就离开到台北 对妈妈其实停留在那个 他很强壮 他很坚韧 然后很能干的印象 可是当他生病之后 我就觉得不能理解的 他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子 碰到非常多的困难 就是说猜疑 或者是他会跟我弟弟打电话 他说他有一百万 然后我弟弟听久了就问我说 姐妈真的有一百万吗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家人没有童心 没有这样的支持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妈妈的一百万被你拿走了 被你拿走了 对 然后他去跟 被女婿 对 被你被女婿 对 你是第一个学习犯 对 头号学习犯 然后他去跟管理员说 他都没吃饭 骨头冬都没吃饭 那所以说这样的 如果家人听到了想说 你不是要照顾吗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那怎么怎么搞的 或是我妈妈最爱吃的红豆 那我就想尽办法 因为到各地去寻找 那个皮薄餡多的红豆饼 有一天我兴冲冲的买回来 一进家门 我说妈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他说 对啦 都我在吃啦 你都没吃 我说不是 妈妈你最爱吃的 对 我如果都我吃 我就吃好死啦 我就觉得 这很 对 就是那个冲击 就是刚刚讲的 他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那一下子忘了说 应该不要跟他对上 那所以呢我是忘记了 就很多时候照顾者在当下 之前都知道 可是在当下的情绪 跟冲突的时候 好像那个情绪 自己也被激怒了 所以很难不感染 很难受到影响 我印象中你书中有写一段 你带妈妈去旅行 我觉得围人子女 常常会觉得爸爸妈妈 这个年纪大了 很想带着爸爸妈妈去旅行 结果你似乎跟他困 同一个房间嘛 然后发生后来 妈妈非常的愤怒 你是要抛弃他 是不是这样子 那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因为我想他独居嘛 本来在南部 然后呢 我们想孝顺妈妈 所以带他去北海道 那想带他一个人 跟左右邻居一起带 也是一样嘛 就带他的朋友 就一起带过去了 那令人开心了 让他有伴 对 然后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 我想我要跟我们的邻居 跟他打点一下嘛 看他等一下去泡汤 会不会换衣服啊 我只不过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回来 我妈妈就变脸了 我想怎么啦 他就说我知道了 我就知道 我说怎么啦 我就知道你就是要把我带 来这里丢掉 我就觉得这是我认识的妈妈嘛 真的是 然后他就很生气 然后又陷入在很忧郁 就是那个情绪高低很大 那我其实在那当中 对失智症者还不太认识的时候 我受很大的打击 因为我觉得我抛夫气质 真的 真的 让先生每天都上不了桌面吃饭 每天偷偷回家偷偷吃饭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就有很多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冲击底下 又后来跟医师有不断的个管师医师 这样的讨论之后 其实是我自己要去调试的 每一位迈入一定年纪的老人家 他内心深处有一些他的结 好像一直过不去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什么叫做一头牛的故事 我妈妈他有两个弟弟 所以呢跟他年龄差很大 那所以那时候我爸爸是被入罪的 那我阿公阿嬤就跟他说 你在我家 那你先来帮忙三年 等弟弟长大了 回去我会一头牛 让你跟着回去 因为以前的牛是他们的嫁妆 很值钱的 很值钱 对 但是三年到了 我阿公阿嬤又说 再三年好不好 哇 因为弟弟还没长大 结果就做了六年 六年回家的时候 一只小牛也都没有 那他回到婆家 其实是很没有面子的 因為什么都没有 这件事其实一直存在他的心底里面 那所以他还没有发生真正狮子生病的时候 我们打电话回去 他就是常常在讲这件事 你阿公 你阿嬤最不良心 说这只牛要给我了 讲了很多很多一直重复 然后我后来不是带到台北来吗 一样就是可以从早上一直讲讲讲讲讲到晚上 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因为不甘心 那我刚开始犯的错误 就是好像我有在听 我就阿嬤 可是这不能满足他 那后来因为我在教会的关系 我就知道说请听 不是只有阿嬤 不是这样 就像刚刚姚老师说的 要很认真的看着他 认真的听他讲 所以听他讲完 我就是带他祷告 我说你如何告诉我 你就可以 我们讲完 我们就讲给耶稣听好不好 因为他本来他是不是字 本来也没有信耶稣 后来他七十几岁的时候 我带他信耶稣 所以他就知道怎么祷告 那当我这样祷告完了以后 是 奇妙的事发生 第二天以后从此不说 这样子啊 停住了 他的那一头牛 就不再讲了 就不再讲 结了 基督已经 给他的一头牛 给他一头牛 对不对 是假的 对 真的 我觉得这我也想不通 也很奇妙 不太奇妙了吧 对 是 是 来 林牧师 这个就是妈妈来 祝我们这里的时候 我一个感想就是 我真的爱心不够 虽然以为自己有点爱心 接纳岳母来 那一方面也是不知道 原来想说是一个小波浪 没想到后面带了一个大海啸来 然后常常又刮台风 龙捲风 那就发现自己很缺乏爱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信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上帝来的力量 上帝来的爱 让我还有从家人来的爱 能够帮助我 这个 这个头号的这个假想笔 能够有时候在低谷 也慢慢地爬起来 靠着上头的力量 然后也学习多走一里路 去用一个更包容的心 来接纳这位老人家 陪他慢慢地走过 相信很多的人 跟现场来宾一样 正在面临家中 有这样的一个老人家 甚至失智患者 共同还在努力奋斗当中 尤其陪伴照护者 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用心的倾听 适时的回应 说真的才能够让这一些患者 感受到安慰 照顾者也才能够 跟这个患者 能够更融洽的相处 与失智症共舞说起来 说真的是非常容易 但做起来是千难万难 希望透过今天 新台湾加油讨论当中 我们共同的目标 打造一个可以预防 延缓失智者的友善环境 而且确保这些失智者 包括照顾者的 生活品质 双方面都可以得到支持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再会了 谢谢